好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 H开头的词了 进入到 H H第一个单词读一读叫做 Hail Hail这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强壮的 绝朔的 之前咱们给大家也提过这个词 我说有指老年人 Strong and Healthy 对不对 它的词源其实是 它就来自谁派一声出来的 就这个词过来 就是Health 它其实是取自 健康这个词的前半部分 给去掉了 新福音给它去掉了 所以取它前半部分 A和这一样 EA Hail Health Hail Health 叫做强壮的 绝朔的 还记得咱们从强壮这个词 又派成出两个动词吗 一个叫呼 一个叫吸 我说有强劲的呼吸 这人才健康 Exail还有一个叫做 Inhale 回忆一下 这两个单词 Exail和Inhale 那么这里边 我在此处主要给大家补充的是谁呢 主要补充的一个集群 就是表示跟健康强壮有关的单词 咱们给大家做一个补充 第一个单词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词 第一个单词叫做 Hardy 第二个 Sturdy 第三个 叫做 Robest Robest 第四个 继续 叫做 Browny Browny 第五个 叫做 Salubrious 我们来看看这几个词 好 第一个单词叫做 Hardy 全都是形容词带 自己标下词性 第一个Hardy 第二个 Sturdy 第三个 Robest 中音标一下 下一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Browny 中音最前面 下一个 Salubrious Salubrious 好 第一个单词叫做Hardy Hardy这个单词呢 注意千万不要跟咱们初中学的那个几乎步那个词搞拧目了 千万别弄混了 这个Hardy这个词呢 通过硬去记 你看它的英文解释叫什么 叫做Able to Endure Code Able to Endure Code 叫做耐寒的 所以咱们说一个东西 动植物耐寒 就是很大 很强健强壮 形容人和物周形 第一个意思叫耐寒的 第二个意思叫什么呢 叫强健强壮 动不死吗 那我们怎么顺着这个意思去记 别硬背 你会觉得他跟寒冷长得也不像 就通过硬去记 身体硬 命硬的感觉 身体硬命硬的感觉 所以这个人很强健强壮 叫Hardy记住 身体硬命硬 第二个词叫做Sturdy Sturdy也叫做强壮的 强壮强健的 这个词通过谁记 你一通过读音的话 大家会发现这个词通过长相和 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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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音音上跟那个词长得非常像 就是跟学习这个词 所以谢谢大家通过一个行进词去记 Sturdy study 学习要强壮 因为英语学习 我觉得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 老师就给大家讲到了 说英语学习拼的是两样 一个是体力 一个是毅力 一个就是你的体力 你别等还没等 学到托福考试 没到托福考试那天 你先上医院堂了去了 所以身体要强壮 学习要强健 学习要强壮 叫做Sturdy study Sturdy study 下一个词叫做Robust Robust这个单词呢 大家应该知道一个品牌 叫乐百事 给打一下广告 那么乐百事这个词就是它 Robust 也叫做强壮 从小和乐百事 身体强壮 又健康 看一看 乐百事这个词 旁边写上三个字 乐百事 叫做强健 强壮的意思 强健强壮的意思 好看下边下一个单词 叫做Browney Browney这个词 一般强调什么样的那种健壮 一般强调是 Muscular Muscle 有肌肉的 Muscular 强调的是健壮 健壮的 肌肉发达的 健壮的 肌肉发达的 因为它是来自于谁呢 它是来自于它的前半部分 来自于这个词 叫做Brown Brown这个词你会发现 它跟谁长得很像呢 这个词叫做肌肉的意思 Muscle 它跟谁长得很像 先记肌肉 通过Brown去记 通过Brown去记 灰色 棕色这个词 棕色的肌肉 你看那个健美先生 健美小姐 那个肌肉 这都是棕色 你跟他一个行进词 做一个联想去记了 叫做Brown Brown 棕色的肌肉 那这叫肌肉的 有肌肉的 肌肉发达的 肌肉的 肌肉发达的 下一个单词 叫做Salubrious Salubrious这个词 在考试当中 画成一个重点 因为这几个词 当中数差最难记 你看一下 叫做Salubrious 终于在第二阶级 这个词呢 不要写嗨意思 因为难记的词 尽量不要写嗨意思 尽量写它的阴影解释 叫做Healthy 意思完全一样 这个当年在家里考试 考的也是一样 跟Healthy 是完全同意的 Salubrious Healthy 它这个词是来自于谁呢 先退到它第一步 它是来自谁呢 来自于这个词 叫做Salvage 大家看一下 这个词我们有学过 Salvage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营救 有指海上的 咱们遇到海难的同学 回忆回忆 有船来救你 叫海上的营救 叫做Salvage 它这里面是 一般通假了 那这个Salv很明显 它这个要营救了 它又是来自谁 就来自save 就来自救这个词 跟它们都是同源的 save 是来自于安全这个词 最归根结底 还是来自于安全这个词 就是健康 安全又健康嘛 健全的感觉 save Salvage 读一读 这个词不太好记 读一读把Salvage写在旁边 营救之后 健康 安全的感觉 叫做健康的 叫做Salvage Browny 棕色的肌肉 命硬 强健 命硬强健 学习要强壮 sturdy study sturdy study 下一个 勒白是强壮强健 那么像强壮的词 可以对应的词 虚弱类的词汇 身体虚弱 weak 相关的同一词 这大家可以在前面 可以找得到 我之前讲了一词 叫做 衰老的 衰弱的 叫做deprecate sorry 叫做这个 decrepit 对不对 decrep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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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语回语 它跟它是同一词的 好了 那么这个heil 到这里就不说了 注意它 有指老年人 绝说的 来自于health 好 让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这次到这里不讲了 下一个单词 叫做hallucination 注意这个词的读音 hallucination 叫做幻觉 或者叫做幻想 我先说这个词 通过一个联想 从记忆上来说 我先通过这个联想 给大家说一下 联想记忆的话 你看发现 大家看这个词 其实看起来还是挺长的 但是你在记忆的时候 就记特点就行 因为没有词 跟它长得行进 所以我建议大家 通过谁去记呢 通过大庭去记 通过一个联想的办法 去记忆一下 你记住大庭有幻觉 大庭开头这个词 叫做幻觉 所以你记这个词 就是反复说hallucination 先要读一读 然后反复记 大庭有幻觉 大庭幻觉 大庭开头都是幻觉 就可以了 你下次你在看到这个词 或者咱们在词汇题里 出现的时候 你看到大庭 你第一反应 就反映出来这句话 经常说一说 这句话在脑子里 就有印象了 大庭有幻觉 大庭有幻觉 hallucination 那么通过一个 这个词跟那个解释 还是给大家拆分区解释一下 它是来自于谁呢 第一部分 它是来自于holy这个词 来自于神圣这个词 第二部分呢 来自于谁呢 LUC Lucy 表示什么呢 LUC和LUS Luster 跟什么有关 S和C是同根的 表示的意思叫做light 是跟光亮有一些关系 是跟光亮有关 是跟光亮有一些关系 所以说这个单词 为什么叫做 产生了一种幻觉 或幻觉就是神圣之光 那个时候我们在 自然界当中 会发现一些奇异的现象 大家会觉得是一个幻觉 比如像咱们说 以前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单词 叫什么叫做mirage 就是这词的读音 这语音在第二年节 mirage Mirage叫做海市蜃楼 大家回忆一下这个单词 叫做海市蜃楼 你看一下 就是也叫做幻觉 第二个词也是一样 它是来自miracle 奇迹这个词 miracle写在旁边 这也是一样 就是一种神圣的 虚幻的这样的一种景象 这样的神圣之光 这个叫做幻觉 Hallucination 但你这通过词根记 是不好记的 通过它前面 大听有幻觉 大听有好 看到大听就是幻觉 那么这个词根下面的派成词 我给大家重点强调一下 看一下有哪些词 第一个单词 叫做luster 第二个 叫做leckluster 第三个继续 叫做lucid lucid 下一个elucidate 下边继续 下边继续 perlucid 最后一个translucid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几个单词 第一个词luster 写完还是那句话 经常去读一读 第二个 leckluster 形容词 leckluster 下一个词 lucid 形容词 elucid 动词 perlucid 形容词 translucent 形容词 leckluster luster leckluster lucid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词 第一组词两词大家放到一块去看一下 读一读 luster leckluster luster leckluster 现在后有个参照有一个影视 女同学可以找一找你妈妈的化妆品上 或者恢复皮肤光泽 光泽就是用这个词 叫光泽 叫luster 有光亮吗 咱们今天会认识气色很好 皮肤有光泽 用的是它 leckluster就是直译 直译怎么意 leck叫缺少 暗淡的 缺少光泽的 一个是光泽 名词 一个是缺少光泽 光泽缺少光泽 luster leckluster 好第二个单词叫做lucid elucid 大家把这两个词放到一块去看一下 lucid这个词就取词根的本意 你看 lucid加一个id 形容词 有光亮的 光亮的叫做清楚的 明白的 这等于clear 清楚的明白的 叫做lucid 叫lucid elucid大家注意 这个e画一个横线 这里面这个e是一个加强 所以记住一个解释 是清楚 记住我的意思 是清楚 我翻译的直接一点 就这样比较比较直接的 就翻译是清楚 它其实稍微 这个委婉的说一说 其实就等于咱们当年学过 illuminate 而且叫阐明 也是表示这样的意思 阐明 清楚 是清楚 清楚 是一个事情清楚 就是阐明 阐明的意思 elucidate 动词 记录动词 好 下一个单词叫pelucid pelucid大家就还是会发现 大家抓住他 通过读音你会发现 里边还有个lucid 所以这两个意思没变 pelucid这个词呢 第一个意思 同样表示的意思叫什么 叫做清楚的 明白的 清楚明白的 clear lucid 第一个意思就等于lucid 它第二个意思表示 什么意思呢 注意第二个意思 这个pel 注意它是来自谁的一个影神 pr咱们当年学过这个前锥 它表示through 叫做棍穿嘛 穿过去嘛 记住我的一个解释 第二个意思叫什么 让光穿过去 让光穿过去了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transparent 叫做透明的 我们来看叫做透明的 叫做transparent 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等于lucid 叫做pelucid lucid 叫清楚明白的 第二个意思叫做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透明的 好 下一个单词叫translucid 词根在这儿呢 画出来 后续 ent形容词后续 前锥trans trans还是表什么 从这边到这边吗 穿过的感觉 cross吗 所以说也是让光穿过去 这个叫做半透明的 half transparent 叫做半透明的 好 那么这个词根下面 一共就这样的一些词 跟我过一遍 把它擦掉了 第一个叫做luster lackluster 这俩一定要放到一块去读 多读啊 有光泽 缺少光泽 暗淡的 下一个词 lucid 清楚的 明白的 第二个呢 叫使清楚 elucidate 下一个pelucid 你看 让光穿过去 叫做透明 第二个意思就等于lucid 下一个单词 叫translucid 这叫做半透明的 数量这个词 抓住特点 大听有幻觉 大听有幻觉 hallucination 来自于神圣 这个词 holy 好 那么这里面的单词 到这里 不再讲了 让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之前咱们讲过一个幻觉 叫什么 大家还有影响吗 两个 回忆一下 托福里面的词 一个叫illusion 还有一个叫啥 delusion 忘记就再写一遍 把它写在下面 illusion delusion 我说生病吗 产生幻觉 之前咱们讲到了 对不对 同大家想一想 好 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haphazard 读一读这个词 叫haphazard haphazard 这个词也是一个重点词 也是一个英美通考的 一个词汇 叫做偶然的 随便的 叫做偶然的 随便的 haphazard 首先我说一下 有四个词 注意 他们不要混淆 因为咱们在背词汇书的时候 词汇书上都写成 叫做随便偶然的感觉 这个单词 大家在考试的时候 一定要找哪个词呢 你找它 叫做unplanned 它强调的是 没有任何计划性的 这种偶然 比如说 这个课表 是随便的一个 很随便的一个课表 随便的一个时间表 这个叫 it's a haphazard time table 强调的是 没有任何计划 有的时候 周一有课 有的时候周一没课 有的时候上午有课 有的时候下午没课 这不一定的 这个叫做 it's a haphazard time table sometimes we have class in the morning and sometimes we have class in the afternoon 有的时候上午有 有的时候下午有 这个叫做 没有任何计划性 好 那么咱们看一下 但是其他几个单词 其他几个词 我不写了 因为这几个词 基本都是高中词汇 大家不要混淆就行了 第一个词叫做accidental accidental这个词 很明显来自于accident 大家应该学过 叫什么呢 叫做事故那个词 大家回忆回忆 所以那里边 都讲的是事故的一种偶然性 比如说正开开车呢 瞧它了 这种偶然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accidental 第二还有哪个单词呢 叫做casual c-a-s-u-a-l 也是一个高考词汇 那个咱们经常也会说 我说他今天穿得很随便 今天穿得很casual 大家回忆回忆那个单词 casual那个词 casual那个单词呢 一般都侧重于什么样的一种 什么叫今天穿得很随便 就是informal的感觉 informal的这样一个概念 它更侧重于这一场汗 就是不是特别正式的 非正式性的 这种随便 叫做casual 还有一个单词叫做random random这大学词汇了 托福里边也有它 random看看 基础OK的同学 一个背骨他 叫做随机的 比如说我们说 一个随机的样本 随机抽样 这个叫做random sample random 考这个词的时候注意一下 它一般对应的是哪个词呢 如果是反义词的话 它对应的是这个词 叫做systematic 体系的系统性的 一个是按体系来的 这个是很随机的 从中间抽了几个 这个叫做random和systemate 所以你要记住它的考点 这个词他跟他放到 曾经放到一块 这一对反义词 random和systematic 系统的 而这个词呢 它和谁是同一词呢 和这个unplanned 没有任何的计划性 好那这里面我解释一下 这个单词 它为什么叫做 偶然随便的 这个词是有两部分造成的 第一部分是谁呢 是hab hab作为词根来讲 它表示的是luck 跟什么有关呢 表示的是高兴 sorry 叫做幸运 跟幸运有一些关系 那么通过哪个词去记它呢 就通过高兴去记 这是最简单的记法 其实这个词也是不难记的 叫hab 而第二部分呢 叫做hazard hazard这单词呢 大家看一下它 这单词也是 你要如果有一些 终极基础的话 六级的同学 上了大级的同学 能看得到 托付里面也有它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叫做危险 叫做hazard 叫做危险 之前我也给大家提过一次 我说ard结尾的词 通常都是消极的名词后缀 消极的名词后缀 ard结尾的词 不好的名词 has把它形成有 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 叫做这个这个这个 危险 有不好的事情 ard再讲一遍 咱们回忆回忆几个词 忘记得再说一遍 比如说胆小鬼 coward coward 还有这个叫做bustard 杂种 私生子 对不对 都是来自于他 happy hazard这个单词呢 为什么叫偶然随便 它是两个词的组合 危险和幸运 都是偶然的 因为咱们知道 危险和幸运 这都是没有任何计划 不会提前告诉你 135发生幸运 246发生危险 那就不能被称之为 叫做幸运了 信息就是没有任何计划 不会提前告诉你的 所以这个词是两部分造成 你不能总危险 你总危险这人命没了 偶尔发生 没有任何计划 之前没有任何前兆的 突然间发生的事情 happy hazard 记住我说的话 危险和幸运 是偶然的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有几个派生词 第一个词叫做hapless 第二个叫mishap 一个叫做hapless 一个叫mishap 北平考试当中 注意一下这样两个词 第一个词叫hapless hapless表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 倒霉的 不幸的 意思特别直接 直接的令人发指 你看一下 LES是否定的形容似后缀 happy 高兴吗 幸运吗 在这叫不幸的 倒霉的 那么mishap名词 mish还是去否定 这样一个概念叫做不幸 名词不幸 等于我们高中学过一个词 叫做misfortune 对不对 叫做misfortune 好 那么这里面这个单词 到这里就彻底结束了 补充这样两个 跟它同根的词 第二个就注意 刚才咱们说 有这样四个词之间 它们的区别 还是有一点差距的 不太一样 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词 下一个词叫hassle 沿词上的激战 激烈的争辩 第一个意思 激战论战 第二个呢 两个意思 叫做什么 叫做困扰 是困扰 骚扰困扰的意思 叫做hassle 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激烈的论战 激烈的争论 第二个意思 叫做是苦恼 是困扰 annoy 不断地打扰困扰 叫hassle 大家看这个单词呢 首先还是 它是一个单音节词汇 所以也是没有展开的 刺根刺坠了 你看一看 没有展开的 其他的派上词 双写词尾了 咱们应该知道 sile 这动作的一个反复 所以就通过has去记 有 为什么要困扰呢 所以记住了一个句话 就反复有的一个东西 一次又一次 这东西反复 没来没了的有 叫什么 就是有麻烦 顺着个有去记 反复有的一个事情 就强调一个事情 没完没了 你看一些困扰的事情 今天来 明天来 反复出现 这个叫做hassle 是困扰 第一个词呢 第一个意思叫做争论争辩 这个大家通过谁去记 应该通过他去记 作为一个行进词 我们放到一块 读一读 hassle hassle 一个叫做争论 这个强调什么的动词 叫做争论价格 争论 争论价格 争论 争论价格 读一读 hassle hassle 我们在当年高中的时候 学过一个词 哪个词叫争论价格 讨价还价怎么说 叫做bargain 对不对 咱们当年学过这词 叫做bargain 跟他是作为一个记忆词的 争论争论价格 刚才我告诉你 也是读过这样的一组词 大家记得不高兴 不高兴的人 grouse grouch grouse grouch 这也是放到一块 读一读 因为代音性的词汇 也是不是特别好记 放到一块 做一个行进词 反复争论 争论价格 那么在此处呢 我也主要还是补充一下 就是跟困扰有关的词 因为这是一个负像词汇 负像情感类词汇 所以我们把它放到一块 就看一下 放到一块 就来看一下 有哪些表示苦恼困扰的词 第一个叫做harry 第二个叫做harris 第三个叫做paster 第四个 molest 最后一个叫做badger 这几个词呢 都是跟苦恼困扰有关的词汇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几个词 第一个叫做badger 第二个 molest 因此也是动词 下一个词叫做paster 因此也是动词 下一个harris 动词 动词 这动词 动词的词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词 第一个 harry harris 动词动词 这也动词 paster 下一个molest molest两个词 名词动词 下一个badger 名词动词 这几个词呢 都是跟困扰骚扰有一些关系 第一个harry harry这个词 我们建议通过谁去记呢 通过哈利波特去记 我相信 上课的同学 80后90后 都是看着哈利波特成长起来的一代 所以你通过哈利波特去记 Harry Potter 哈利波特 苦恼困扰 电影当中也是一样 麻烦不断 你可以这样想一下 哈利波特很苦恼 下一个叫Harris Harris后面抓住谁去记呢 这个特点叫S 叫屁股 屁股叫什么呢 咱们都知道 这个当年咱们也学过刺杀暗杀 assassinate 我说在屁股后面给了两刀 还记得吗 S 所以哈利波特后面加了一个屁股叫什么 叫做骚扰 这个骚扰 一般我们用性骚扰 跟它是固定搭配的 叫sexual harassment 性骚扰 性骚扰 哈利波特很苦恼 后面加了个屁股 这个叫做骚扰的意思 哈利波特 性骚扰 哈利波特和骚扰 混在一块 pastor pastor这个单词来自于谁 来自于past past是名词 表示的是害虫 这个当年 十年前的新东方有个经典 叫拍死他 害虫 像有个苍蝇蚊子 蟑螂 都行 叫做拍死他 那么像一个害虫 一样的一个人 反复一二 表示动作的一个反复 也叫做骚扰纠缠的意思 比如说骚扰纠缠 比如说我先给大家造个句子 大家可以听一个 感受一个 比如说 售后员缠着我的父亲买保险 说the salesman pastored my father to buy the insurance the salesman pastored my father to buy the insurance 缠着我父亲买保险 这个叫做没还没了 说一个事情 所以你看害虫什么特点 咱们下点的时候 那个蚊子 大家有印象吗 在你鼻子前面 总是纠缠你 没了 又没了 就这种感觉 这个叫做pastored 害虫反复来纠缠 下一个词叫做molest molest这个单词 也可以表示骚扰的意思 骚扰 但这个有一个意思 不替换的 第二个意思 叫做猥褻 猥褻儿童 猥褻 注意啊 口语当中用的也是这个词 叫做猥褻的意思 molest 注意它的重音在第二阴间 叫做molest 第一个意思叫做骚扰 骚扰 第二个意思叫做猥褻 这个建议大家通过谁去记呢 因为它重音在第二阴间读一读 molest 所以今天大家也是通过读音上 一个吸音的联想去记 摸 molest 被摸了 被摸被猥褻 molest 多读一读 被摸被猥褻 骚扰了 下一个单词叫做badger badger这个单词呢 边什么意思呢 也叫做是苦恼是困扰的意思 它是前面来自于这个词 叫做badge badge边什么意思呢 B-A-D-G-E 这个大家一定要认识 叫做徽章 像我们说校徽 徽章 用这个来造的 叫做badge badge 徽章你想一想 加了一个R之后 也是一样 你可以把这个徽章 想成一种荣誉的感觉 你看那些这个 挂了一些徽章 这样的一些 这个这个这个 唱歌的那些人 像什么什么 这个颜维文啊 玉京剑宋祖庸 这样的人 可能挂了一些奖章 徽章 荣誉太多的人 加了一个一二反复 这些名人 你想想荣誉太多的人 也叫做是苦恼困扰 不如平凡人来的要自由 中国徽章举记 徽章太多 也是困扰苦恼的意思 困扰苦恼 到哪都不方便 像以前的皇帝 当年的时候 乾隆爷下江南 非常自由 因为老百姓 都不知道乾隆爷 长什么样 现在因为媒体发达了 都知道 领导人长什么样 他没法微服私房了 所以要知道 荣誉太多的人 明星也是一样 到哪 荣誉太多 也苦恼困扰 徽章太多 也困扰 这样去想 同一个联想句 来就徽章加一个R 困扰苦恼 苦恼的意思 把这几个 苦恼困扰系列 放到一块 跟着我串一遍 第一个 有苦恼 有苦恼 反复有 has hassle 争论 争论价格 争论价格 大家还能想起来吗 叫hassle haggle 哈利波特很苦恼 后面屁股被骚扰 想一想 后面加了个屁股 骚扰 心骚扰 害虫反复来纠缠 被摸 被威胁 下一个 徽章太多 也困扰 叫做 batch badger 徽章太多 也是加一个R 之后也是困扰哭闹的意思 好 那么这一词到这里 就是彻底结束了 困扰一共这些词 下面让我们继续来看 下一个单词 叫做herbicide herbicide herbicide叫做 属藻机 那么这里边出现了一个 刺根 就是谁呢 前半部分就是herb herb其实在早前 在课程当中 给大家已经提过了 表示的意思叫做grass 所以刺根跟草 有一些关系 表示草 咱们之前讲的叫做 食草动物 叫herbivore 大家还有印象吗 食肉动物叫做 carnivore 杂食动物叫做omnivore 对不对 提到过 side呢 这个大家应该 也并不是很陌生的 一个后缀 因为我们在当年 学过一个单词 叫做什么呢 叫做自杀 自杀叫做suicide 所以side这位的词 一般通常都是 跟杀死有一些关系 都是跟杀死有关 我们在刚刚给大家 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词 还记得吗 之前客人老 给大家提到的一个词 叫做genocide genocide genocide这个词 跟之前提到的 是一个词根 跟什么有关 基因跟什么有关 是不是叫种族有关 所以要杀死一个种族 这个叫做种族灭绝 杀死一个民族 叫做种族灭绝 咱们再来看一下它 叫做ecocide 和读成ecocide都行 这叫杀死什么呢 ECO表示的是环境 比如说我们叫做 ecosystem 叫做生态系统 那如果说叫做 像阅读当中出现的ecology 叫做生态学 生态学生态系统 那么这叫杀死一个环境 杀死一个生态 叫生态灭绝 生态灭绝 杀死一个民族 种族灭绝 杀死草 所以side结尾的词 记住就是杀死结尾 就可以了 有看到side结尾 就知道杀死什么什么东西 刚才刚讲过害虫叫什么 叫past 那如果叫pasticide 怎么理解 叫什么计 杀虫计 对不对 除草计 这是杀虫计 好了 那么这个side结尾的词 到这里就不说了 杀死一个民族 杀死一个环境 生态灭绝